我跟宇宙是同步的 在我的宇宙世界 没有仇恨 没有嫉妒 没有这些语言 你的脑子健康了 你的整个身体的循环 就是你自己的宇宙就健康了 它就风调雨水 跟宇宙同步的 那个女人白领 为了金马奖再次来台湾了 无数岁的白领大大 这次抵达大家河滨公园拍摄 结一结隔离出关 就来到电子花车前面取景 没有最猛 只有更猛 不过白领有跟宇宙同步的超能力 加上自带强大的气场 不仅驾驭了这奇装衣服 也相符了 咬捏八爪蜘蛛镜 金马油小腰镜 还有宝纹比例 啊哈 而且各路妖魔鬼怪 统统给白领老娘删一遍去 毕竟现在能快乐又自艺的 扫手弄姿 是她以痛苦的14天 剪一期换来的 痛苦的卡尔迪鲁 最后的卡尔迪鲁 这下人是超过我 除了崩溃大哭 白领也出现了焦虑的情况 真的闷到快发疯 白领也开始自我对话 嗨 baby how are you 不过白领没有阻止心中的悠悠 让她放心的哭闹好几天 因为她明白所有的哀伤与难过 只是情绪的一种 适当的抒发并且接受 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力量站起来 其实真正的礼物是看你放进了多少爱在里面 金马奖其实我对她尊重的 因为她给了我提名嘛 而且我觉得在亚洲这个奖下 还是非常的有分量的 这个信息其实是都是我的爱 因为是缝制起来的 那么就是和平和爱 没错 这样开心又爽朗的白领 才是纷纷喜欢她的原因 出关后除了必要的工作外 也欢迎白领到处走走 体验满满的台湾文化哦 娃娃迪卡你好吗 我是一只泰国虾 在水里爬恰恰 我叫住在吊小窗 娃娃迪卡你好吗 我是一只泰国虾 我有个小愿望 想去巴塔亚的家 娃娃动新闻 谢谢 发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